韓老師就要來分享 這個平常怎麼樣挑選鍋具 老師待會兒要做一個健康料理 不過市面上鍋具這麼多 首先第一個 老師你不鏽鋼用不用 用 對 但是會特別挑304 對 我會選擇304 因為304很多都是 我們台灣自己本土產的 所以我就會選擇304 好 我給鏡頭拍拍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 這個比方說湯匙好了 這種小湯匙也喜歡用不鏽鋼 因為真的耐摔耐用 對 那像這個都會標示304 對 其實我們台灣的一些筷子 那個湯匙 有的他們有標示 但是我家的這個筷子湯匙 我都會注意到 有這個188、1810 或者是304 這樣子標示的 那這樣的話就是食品級的 因為我們沒有強制標示 所以還是盡量選擇 它有標示 有標示的 就是觀眾朋友你在挑選的時候 即便是這樣一個很普通的小湯匙 其實你稍微認真看一下 都可以看到它的標示 如果它夠安全的話 這樣比較安心 對 那老師你用不用鐵鍋 我是用鑄鐵鍋 你用鑄鐵 我沒有用這個 因為這個呢 我覺得要像那個大廚一樣 要養鍋 對 而且因為我家人少 所以我的鍋子基本上都是小的 那這個呢 對我來講真的太大了 所以我也不是一個高溫爆炒 所以我一定會選擇一個就是不沾鍋 我覺得不沾鍋它最大的優點就是 它煎魚煎蛋什麼 它成功率很高 對 其實一定會成功的 對 那這個是不沾的優點 那鑄鐵鍋的優點是 它如果燉煮某些湯菜 或者燉菜 特別入味 對 那我今天是要把它當成烤箱 烤菜 你要烤菜 對 因為有時候我準備的食材 都是比較容易熟的 那所以老師今天用不沾鍋來煎這個魚塊 然後要把鑄鐵鍋當烤菜 烤盤來烤菜 那老師你冬天用不用砂鍋 會用 但是我的砂鍋就會像這樣 下面都是沒有顏色 裡面都是沒有顏色的 對 因為我個人不大喜歡有顏色 因為我顏色太多的話 擔心它有一些重金屬 而且砂鍋要小心 在台灣有一些社會新聞 一不小心砂鍋用久了萬一有裂爆 是 那個真的要很小心 萬一你高溫燒很久 對 所有的鍋具因為都經過反覆的高溫烹調 對 所以它的高溫最後還是會影響到材質的穩定性 對 所以其實像這個鑄鐵鍋剛出廠的時候 曾經有人送驗過 它都不會有任何的這個有毒物質 可是呢 就是你碰撞之後 對 那或者是說把它刷破了之後 那它的一些有毒物質就容易釋出來 所以要提醒觀眾朋友 不沾鍋或者鑄鐵鍋 其實你清洗都是簡單的鍋面清洗 千萬不要拿那個鋼刷用力刷 對 剛剛那個潛醫師講的那個鐵芙蓉 有些人就是鋼刷把那個塗層刷掉之後 反而裡頭的金屬的這一個層面 它會接觸食材 對 那有的人的那個那個什麼 還要提醒一下 就我之前看到很多人的那個 不鏽鋼鍋也很可怕 因為有些人炒菜的時候 他喜歡拿那個鏟子用剁的 對 這樣子卡卡卡 對 然後那個 那個即使是那個不鏽鋼鍋 也剁得上很多刀痕 對 如果說有這種凹凸不平 其實呢就不再建議使用 因為它很容易藏污納垢 你根本不容易洗乾淨 對 所以就是簡單的中溫拌炒 不要說很高溫又很用力去影響鍋具 老師你剛剛煎的那個是什麼魚塊 我那個是鱸魚塊 那有醃漬嗎 我是用那個大蒜粉還有鹽 然後還有那個一點點的義式香料 因為我們今天要烤菜 好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些的義式香料 好 然後我們現在的鑄鐵鍋之內 因為要烤菜 老師依序放進了洋蔥甜椒 那馬鈴薯把它切片 是 那還有剛剛那個小番茄 對 那稍微著亮一點點的油 給它拌炒 現在放一點菇 所以你要有點燜烤它 在燜烤之前要讓它稍微受熱拌炒 對 我們要讓它稍微有一點點油 這樣烤出來的菜才會比較好香 才會比較好香 對 就跟那個地中海料理 它如果烤蔬菜 對 它也會淋一點橄欖油進去烤 對 那我們今天的這些菜就是兜下來 然後我們把一些這個 這個是什麼香料 那個就是有蒜 然後那個Pasili 還有一些鹽 那我們就把它加進來 這個是大蒜粉的香料 在義大利綜合香料區很容易調到 對 然後這就是義大利香料 那我們就用這些香料 然後稍微拌勻之後 我們就把它蓋起來 讓它烤的 對 稍微要有一點點的焦的感覺 但是也不要太焦的感覺 我覺得妳這個不錯 因為有些婆媽媽 如果剛好大蒜很貴 或者家裡沒有大蒜的時候 對 就用香料來烹調 其實因為最近正好有一些 就是食材比較減少 你就用香料來烹調就可以了 對 好 那這樣子稍微拌炒 讓它裹上一點點油之後 現在維持中小火 對 然後等於讓它鍋子 變成一個高溫的烤箱 沒錯 那它那個溫度循環 那蔬菜裡頭因為有一點水分嘛 對 它不但會熟 而且它會留下 它的類似烤箱的那一個香味 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呢 就加一點一點鳳梨進去 因為鳳梨進去的話 它會有一點點那種 那個甜的口感 我覺得還滿好的 好 這個就是把鑄鐵鍋當烤箱 對 而且在爐台用 那鑄鐵鍋是相對比較耐高溫的 是 因為這個鑄鐵比較耐高溫 老師現在用的這個鍋鏟是耐熱矽焦 大概是耐到200多度 這個也不是塑膠 塑膠跟矽焦不一樣 那如果你是用塑膠的東西 你就不能夠在鍋中或油中 是 給它大量的煮 對 所以我給觀眾朋友看 假設你要炸東西 你會發現那個鹹酥雞灘 或者有些炸物 對 如果要炸讓它定型 通常還是相對會用不鏽鋼 是 因為不鏽鋼 它一方面是鋼具也硬也定型 一方面它也是耐高溫的 是 那其實就不能把不鏽鋼鍋 拿來用在這種不沾的裡面 對 所以這個我們要特別強調 這個是矽焦 因為很多人就問我說 你們為什麼用塑膠的 其實不是的 這個是耐熱吸鋼 對 這個是另外一種環保吸鋼 對 那可是假設是 我手上這種不鏽鋼的鍋具 你用力的拌炒跟刮那個不沾鍋 你就要小心不沾鍋的表面浮乘 有可能被你刮傷 是 一定要很小心 而且用不沾鍋最好在開火 在開火之前就先把吸油煙機打開 為什麼 因為剛才那個前醫師有講到 其實最早發現它是因為有一些 就是讓它用吸的 那你所以呢 你開火就開那個 就開 開火之前就開抽油煙機 它吸火之後 最好再讓它繼續抽五分鐘 所以不沾鍋它的優點是它不沾 可是舉例來講 假設早上你起床你煎荷包蛋 對 那你可能先開抽油煙機 是 然後開完抽油煙機才爐台的火開了 然後再打蛋下去煎 那主要的原因是擔心不沾鍋 也可能有傷害 它有一些氣體的話可以吸掉 那假設你煎完荷包蛋 你那個抽油煙機 再讓它抽個三五分鐘 讓它抽乾淨一點 對 那這個也有個好處 有時候你可能打了蛋 你去做別的事情你忘了 可是吸油煙機的聲音 會一直提醒你 好 好 我懂 好 那老師 為什麼這一鍋燉菜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它關火 因為我們就讓它稍微再燜烤一下 因為我的菜都是很容易熟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烤箱的 其實烤蔬菜的風味 跟一般炒蔬菜的風味不大一樣 不大一樣 對 那讓它燜燥 讓它稍微燜一下 好 那這一鍋也是 也是讓它燜燥 其實這個已經差不多了 這個已經都熟了 好 所以我們也可以就把它盛起來 但你也可以讓它稍微再焦香一點 好 那兩邊把它拌在一起就好了 對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像這些你用的食材 譬如說像這個香菇 蘆筍 青椒 事實上滿容易取得的 那我想譚老師有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它一個義大利式的大蒜的調味料 這讓整道這個料理 層次不同的風味 而且這裡頭就吃到多元的營養素 事實上膳食纖維跟營養素 是人體幫忙代謝廢物 或者毒素非常重要的一環 的確啊 因為我們在生活之中 常常無形會遇到很多毒素 你自己不曉得 我來舉個例子喔 我之前在門診的時候 有遇過一個48歲的女性 那她來就診的時候 是因為她大概有一個月的時間 就常常餵食到逆流